同学说老师要怎么把资料 从这个地方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很简单 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拿个储存哥的东西 来源就放后面 然后放在哪边 就是颠倒过来就OK了 大概知道意思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把某个资料 刘小华放在这边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这边是来源 放后面 Sales的什么 或者用Range也可以 Range的A2 然后放到哪里 放到Range的O2 那你就是什么 A2放后面 等号放中间 O2放前面 这样一转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那如果整个范围也可以 你用Copy 整个范围也可以搬过去 所以比如说你要把很多 大量范围集中在一个工作表 或一个工作部的话 其实也都是可以遵循类似的原理原则 很快程式就写出来了 但是坊间的书籍写得好复杂 我觉得不需要写那么多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写了好多 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没关系 我们后续再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 自动带出平均 有没有 跟成绩判断 比如说我们刚刚就把AA 然后三个放到这边 后面这三个我要自动产生 那怎么自动产生 其实方法很简单 跟之前讲过的 这不是有公式吗 可以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就好 但是问题来了 它这边是7 再来这边应该改成8 可是那个顺序会一直变动 所以其实有点类似像之前丢公式一样 那写的方法 其实第一个就是什么 一样丢到哪里 丢到它的1栏 所以我就把上面低栏这边改一下 改成1 1里面放什么 放一个公式 什么公式 现在先把它一个控制 怎么放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公式一样 复制取消过来 把这个公式 那我大概先取它的上一列 第七列 那先把这个丢过来好了 那我讲过 你要把公式放过来 还是一样要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如果留双引号 那就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有列号要变动 我们之前改i 可是现在要改什么 改r就好了 因为这边是第八列 这边是第九列 所以之前是改i 那现在只是改r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那改的方法都一样 怎么改 双引号两个 1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加个r 然后你就把它 and前后再加空白 不也一样 所以如果你一下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背口诀就好了 然后这个也一样改 这个改的话 不用重来 因为这边已经有了 你就复制一下 但如果不会 你就重做 再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7 盖过去 好了 大功告成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什么 有那个平均成绩了 那这个是丢公式 ok 那懂我的意思吧 差别只是说这个变八 然后下一个呢 这个是合格不合格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 跟刚刚一样 这把它复制一下 DF栏 那这边改F 然后后面的话怎么样 一样你就双引号两个 然后再把公式贴过来 对啊 每一个每一个都照着做就好了 像我也就这样做 现在你会问 我是自己觉得 还蛮顺的 而且做的还蛮快的 真的也没什么问题 ok 最后结果就可以用了 人家就这样用 用了也没有任何问题 也用了很顺 程式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也解决人家很多的问题 ok 所以其实 我想你就把这个照着做 这个怎么办 按复制 对啊 那一样贴过去 不过他有双引号 当然不多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如果不多的话 其实也不一定要用 一定 要用那个什么 记事本取代 如果你ok的话 你就是要自己补一下 这边 只是说如果太多了 你就不要在这边慢慢补 因为慢慢补有个缺点 就是很容易做错 而且也太花时间了 不对 这边还有 对这个改了 ok 没有问题了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 把里面的7 改成这个 所以聪明的 记得快一点的方法 但如果不会 对啊你就自己再来一遍 双引号移到中间 双引号 然后end 再加一个r ok 然后把这个贴到 贴过去 我们就ok了 这个呢 这个一样 所以 不过这边太多了 太多怎么办呢 你就先把它复制 然后 直接叫那个 记事本 帮我们把它取代一下 那记事本部分 一样在附权用程式里面的 这个 记事本 把它取代一下 这个的话呢 Ctrl H 然后一个 变两个 然后全部取代 然后把这个的话 复制过去 然后我们来看 其实基本上拿哪一个来改呢 拿这个 干脆 这个直接Copy它好了 然后enter 这边记得把F 改成G ok 然后后面的部分的话 就是把这个公式 留下双引号两个吧 然后再把这一段贴过去 然后把里面的 E7 只要是7的 7列的地方 再把它改成R 好 所以 一样的方法 就照改了 这个呢 复制 ok 然后把这个7啊 所以一个 两个 三个 只要不要贴错 应该可以看懂嘛 所以要非常小心哦 但是也没有到完全不能理解嘛 你慢一点没有关系 看懂再贴哦 你不要乱贴 因为只要贴错一个地方 那我看你干脆重来好了 因为之前有同学贴错了 贴完之后 我说真的 连我都看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改 我说你干脆删掉 重来还比较快 因为这实在是太复杂了 ok 恭喜你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能不能work 一样 我们就再启动表单 再试一下 A-A-A 有没有 然后enter 好 那我这样就填 四个东西 另外三个自动产生 有出来了 ok 应该有看到 这三个 那只是说那个格式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改过来 所以你一般它跟上面不一样 不过这个都可以改 那没关系 那之后再 那再来的话 所以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把它清空 清空它 最后游标再放回去 要怎么样把这些清空 其实要把它们清空也非常简单 它们叫什么 这个叫testbox1.test 就是里面的资料 等于没有 没有就是等于什么 双一号两个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清空它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怎么样 在这边 你刚才拿这个复制 testbox1怎么样 等于 等于什么 没有东西 就清空了 那2的话呢 一直都一推 所以其实你刚才就复制贴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把它改成2 改成3 改成4 这样它就填完资料之后 然后它就把上面的那个东西 4个格子清掉了 但清完之后 它游标还在第4个 因为它会一直往下 所以你只要怎么 跟它讲说 把游标放在第一个 那第一个叫testbox1 游标放上去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set set是修改 set有一个 set就会出现的 focus focus是游标放在上面 所以你只要怎么 testbox1 setfocus 这样游标呢 就帮你放回去了 好 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都没有很复杂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吧 OK 都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东西吧 那最后呢 关键时刻来了 只要不要跳红字 然后呢 只要 没有状况 那基本上你的表单就OK了 主要是这个地方丢公式 不过只是说丢公式 我们也是拿之前的同样概念 只是说本来是改I这边改R 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这个方法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你已经有公式了 OK 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本来我不是这样写 后来我发现之前 自己写的方法 好像还是没有这个简单 为了顾虑到大家的学习 尽量把它改到最简单 当然还有难一点的 在方法 其他的方法 这一招是最简单的 然后来试一下 最后的话一样 我们就启动表单 然后再来 就填 我们填BBB好 然后这个人 他的成绩 好 最后按新增 应该这边就自动出现 而且这边要清空 游标放大 因为程式是这样 他全部串在一起 四个步骤一下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做 你按一下他 有没有 啪过来了 有没有 然后这边 第二个 清空的游标放上去了 不过他没办法慢动作 所以这边就没办法 直接就一气呵成 然后再CCC Enter 如果你就这样Key 所以你会发现 Key完之后 再按新增 又恢复了 然后再滴滴滴 有没有 你就再Enter 还蛮顺的 而且有 就 按Enter就好了 其实也不用拿到滑鼠这边 你就是键盘Enter OK了 但是 好像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够完美 什么呢 这边好像没有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有没有 格式可以改 这些都后续 先处理资料问题 接下来再处理格式问题 那格式问题就是我们 上个礼拜讲的 你要怎么去改变他的字 我们只有改到字的颜色 但你想说 老师我改字的什么 字的字型 比如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微软症黑体 老师那可不可以帮我改微软症黑体 第二个的话呢 字有没有办法 这边都字中 老师有没有办法字中 还有能不能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有没有 诸如此类的 最好是 最后这个框框 随便帮我画到这边来 那更完美了 不过后面都是属于格式问题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我刚刚讲的这部分写到这边 把这四个动作分别完成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尽量用理解的 而且可以的话就是 自己一定要动手做出来 才算数 我是觉得应该都不算太困难 动作都是可被理解的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熟练了 然后并且赶快再把你这个工作里面 有类似的案例 你刚开始也不要挑战太复杂 你就找那个比较简单的 只是填一些基本东西 慢慢慢慢再增加 难度再提高 我想慢慢你就会对这个 怎么做表单 越来越有心得 OK 那以后你要在工作上 要能够做到 所谓的那个自动化 电子化 用这个是最简单的 而且这个说真的 花的人力是最少的 花的 这个资金 应该说也不太 最基本就是你自己的时间而已 你也不用说特别还要再找那个工程师 去特别去写这个东西 OK 试一下这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 还没有延伸性的那种 第一个先处理资料的转移问题 第二个再处理就是格式的问题 第三个再处理就是说房呆的问题 房呆就是说如果他输入 假如说他应该怎么做 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那你应该用逻辑判断 把它挡下来 让他不要这样做 那这个表单基本上应该就趋近于 越来越完美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